10万俄罗斯大军集结边境 还有坦克跟导弹系统叙事待发 对此乌克兰民众绷紧神经 有人早早就把车子油箱加满 以便跑路 有人开始教孩子用手枪 准备随时面对战争 媒体报道 乌克兰上千名平民自愿入伍 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不乏年轻男女 包括21岁的女大生 穿上装备 在森林中学习基本战斗技能 乌克兰军队又有21.5万兵力 远远不如俄军的压倒性优势 这也激励年轻人想上战场保卫家园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下令 8500名美军提升战备 准备部署欧洲增强北约部队行动 我早前提到乌克兰 克林姆林共批评美国的动作让紧张歧视升温 而美国总统拜登更表示 如果俄斯入侵将考虑直接制裁俄国总统普丁 记者宋侯报道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